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来讲一下11月的爱用品 那么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首先是之前一个片子 有很多人问的我的假油 看得到吗 其实我是刚涂完的 有点编编我还没有去掉 就是这样 我先用个底油 还是Dobra Slipperman的一个 算是素干吧 Fast Girl Space Coat 这样 这个还蛮好用的就是它涂一层很薄 然后也真的会有素干的效果 我平时都是在用这一个 然后我用同一个牌子 一个 这个带shimmer的 其实它是透明底 然后有一点点香槟精 还有银色的散粉 这样 叫Brain on the Blink 就是不知道看不看得清 底下那一层 我重点些啦 就是我11月初新买的一个 这个价有金箔的感觉 它的包装是这样 第二的Holiday的一个collection 它叫 这里 Golden Shock 01 它每年都会出这个瓶子 这几年 我是因为它那个金箔实在太可爱 然后就买了 然后涂出来是这样 我这是涂了两层的样子 其实它带出来 就是每一层带出来的那个金箔不是很多 就是长这样 还蛮Holiday的感觉 就是很闪的金色 我的Top Coal是用的这个CND的Gel Gel Nail的那个牌子 它叫Weekly Top Coal 就是可以 你涂完一层就可以变成Gel Nail Gel Nail 光疗甲的那种效果 就是很Glossy的感觉 就是增加一个亮泽度 然后可以保持一个星期都补掉 而且这一个啊 我不知道是它特意做成这样 还是它说到的一个效果 是那种 它多的时候你是可以整一片撕下来 就好像可以撕的那一种指甲 我觉得其实还蛮方便的 就是不需要用卸甲水了嘛 它的那个流质啊 是比较 比较浓稠那种Gel状的 所以涂一层就已经挺厚的了 不过还蛮好用的 我现在的涂指甲 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用这两瓶 一个Base Coal 一个Top Coal 我觉得一个星期 不一定完全可以那个什么 可以hold到 因为我有做饭 哪有用手啊 就是洗衣服啊什么 都是自己干 所以就是用手用的还蛮多 我觉得大概四五天吧 一个星期明明想想可以 这个是我最近超级爱 就是每天都是一直在用的 喜欢喜欢 接下来我说一下卸妆 我现在在用的 每天用的卸妆油是这一瓶 Bobbi Brown的卸妆油 它是纯植物油萃取的嘛 然后非常的轻薄 像是像水一样 这瓶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它里面没有含任何的 矿物油成分 就不会堵塞毛孔啊 而且油又很轻薄 我一般就是日常妆 这是全妆 全妆的话 我用完眼唇卸 它的话大概三四碰就可以了 如果是日常妆很淡很淡 没有那些浓的东西的话 大概三碰就可以了 可以卸满眉毛 它卸的也很干净 最近在爱用 乳化也乳化的很快 就是你失手 然后按摩一下 那些妆都掉了 喜欢 另外一个呢 是我最近打算 猛用可以空瓶的 Eflon的Cleanzer 就是很红的那个卸妆膏 它 我已经买了非常久 长这样 它之前我刚买回来的时候 新鲜的时候是那种颗粒非常非常大 然后 久了一点以后 那个颗粒就会变成膏状了 我不知道是它 本身就会这样还是怎样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怪 就很 其实是挺难接受的 语估 怪怪的药味 而且它涂上脸以后非常非常的厚 但是因为它们这种都是要用那种 Hot Muslin 敷 然后弄掉的嘛 它配的那个卸妆精呢 很糙很糙的Muslin 所以我都没有用 我都是直接用它 然后按摩以后 加水乳化 掉 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 很厚的卸妆膏 干净是蛮干净的嘛 但是我是觉得它没有 大家说的那么神奇 就是一个普通的卸妆膏 而且它的价钱也不便宜 我买的100ml 好像60多块钱吧 我不太记得了 很久很久以前买的了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值了 市面上有很多卸妆膏 跟它差不多价位的话 比它好用 然后跟它差不多效果的话 都要比它便宜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不是很值得买 而且我也没有感觉到 它的那个叫什么 驱黑头啊 把那些什么黑头白头 逼出来的那个效果 所以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普通的 卸得干净的卸妆膏而已 而且它的使用感 我也没有觉得有很好 而且我一直都不习惯 用那种热毛巾肤 来卸妆的那种步骤 所以我觉得就真的还好而已 这两个笔 我当然是喜欢 Bobbi Brown的卸妆油 要多很多 说完卸妆 说下我最近爱用的化妆品吧 第一个就是 Le Perry的 它叫什么 Skin Covia Concealer And Foundation SPF有15 我买的色号是 Perselaine Blush 就是它最浅的一个颜色 它底下的那个 它是有点像粉底霜的感觉 就是很厚 是用这种勺子吧 其实这个我不是很喜欢 它是有一点点偏粉调啦 但是我觉得正常很白 皮肤很白的妹子是OK的 是这样 它上面还带了一个 这叫什么来着 遮瑕膏 它颜色要比那个粉霜 要稍微白一点点 也是有点偏粉 但是它这个遮瑕膏的话 我遮眼下 黑眼圈的部分 还蛮好的 因为它 稍微亮一个色嘛 而且又偏粉 所以遮的还蛮好 我今天就是用了 粉霜 然后遮瑕是用这个 但是我便遮脸上的痘痘啊 就只是眼下而已 它的粉底 推开 其实是很 很好推 因为延展性很高的 然后它的遮瑕度 我觉得算 嗯 中度遮瑕吧 就是你脸上的一些泛红啊 不是很明显的痘印啊 斑点啊 都大部分可以遮得住 一层就OK 然后如果是正在冒的大痘啊 或者是很深颜色的痘疤的话 就可能需要 不要再叠加 或者是用其他遮瑕膏 我觉得它是有一层很自然的光泽感 但是因为我 在上面又有加粉饼 就是把它那个光泽感有遮住一点点 就是很自然的光泽感 然后很保湿 非常非常的保湿 然后它涂上以后是很轻薄的感觉 并不会有那种粉膏的 很厚重的感觉 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皮肤可以透气 然后 还有什么 持久度啊 还不错 我之前前几天 那个Singsgiving的时候 就是出去通宵嘛 我带妆了 我带妆了 差不多有 快20个小时吧 前面12个小时 我就去有仔细看 12个小时都 那个妆都非常非常的完整 我只是中间有吸个油而已 都没有补粉呢 都还是没有糊 然后也没有严重的浮粉 持久力来说非常的好 而且也没有氧化 就也没有变暗沉 它并不会像Clay Depot那种 你会越油越漂亮 它是一直维持一个 跟你刚上妆的时候差不多的感觉 然后我卸妆完以后 也是没有任何的痘啊 或者是脸上那种颗粒感 这个就是真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有加营养成分的一个养肤的粉底 我用这一个 我用了去年就有用 去年用了一冬天 从来没有因为这个长过痘 就是我去年还是很 比较容易长痘的时候 都没有因为这个长痘 所以这个我真的是一个 嗯 秋冬来说一定会用的一个粉底液 这个超级喜欢 它容量有多少 有30ml 然后上面的遮瑕膏有2克 价钱不便宜啦 我们这边卖是200美金一个 我买的时候好像是有打个八折吧 嗯 我觉得起码是对得起价格咯 对于它的使用感来说 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里面有加一个什么鱼子酱的精华啊 然后有 呃 anti-aging啊之类之类的 反正 呃 就是有加很多营养成分在里面的一个 呃 粉底 而且它的细致程度是 我觉得是跟Credipol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贵妇粉底里面 欧美系来说算是做的比较细腻的一个了 喜欢喜欢 我最近一直都在消耗我以前 呃 旧就是买了很久的那些开架啊 的化妆品 然后 最近经常用的就是这两款 眼影 这个是Majolica Majolica的 BR784 叫 我记得好像是叫Fox 狐狸吧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棕色 然后里面有一点点 呃 银色金色的闪粉 但是还算是蛮细腻的 这个我买了有 五六年了吧 我都不知道 但是它还是 茶叉还是很好看 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的卖了 它的粉啊 非常的 松软 就是很典型的 一个Majolica Majolica的粉质 很好看的棕色 反正对于我的眼皮来说 就是一个超级超级好看的颜色 淡淡的上一层啊 我平时用它都是上学的时候 就是赶时间的时候上 然后就是上整一个眼窝 然后不管是拿手指还是拿刷子 随便扫两下 就是会有一个很深邃的感觉 就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比较肿的时候 用它稍微打一下眼窝 就是有一个层次感 瞬间变深邃 而且眼睛也会有神 然后我都不用再画眼线啊 睫毛膏那一类的 就是直接使用它 呃 最近的Ready to go 的腮红 也是Majolica Majolica家的 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 马卡龙腮红的第一版 就是最旧的那一代 叫PK301 有7克 非常大 是一个这种蜜桃粉色版 它的那个 这叫什么 粉扑也很可爱 但是我都没有用它上 都是用刷子上 这样的 有点偏粉的蜜桃粉 就是刷上去 一个非常非常自然 然后很提气色的 一个腮红 就是怎样用都不会出错 然后再上一层吧 这样 偏粉 偏粉掉 稍微冷一点的粉掉 不过我觉得是一个 所有人都能hold的住的颜色 而且也不会太 浅 就是很可爱的 少女腮红的感觉 它 是有一点点珠光调 没有明显的亮片 我觉得就是一个 非常安全 然后非常 快速就可以走 而且就算 完全不化妆啊 没有打粉底 或者是 没有 画 什么眉毛之类 什么东西 只要涂上它 就会瞬间 有点气色的感觉 很自然很自然 而且也不会浮粉 也不会 看起来很干 我觉得这一格还不错 其实Majolica Majolica家的东西 我都还蛮喜欢的 所以最近一直在消耗它们 这就是我日常装容的东西 接下来说喝的吧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 买了很多青芝麻 然后也一直在喝 我现在就是 已经 喝完两盒了 之前说过的 那种一抽一抽 小季的那种 一天一包的那一种 这个叫 什么牌子啊 我会打到屏幕下方过来 它是 每包三克 然后有60包 一共180克 我喝了大概一个多月 不到两个月吧 因为我有时候是 放大支的水 然后 两包一起扔的那一种 这个非常非常好喝 它里面 有 他们 固定会有的 大麦若叶 桑叶 还有一个叫 大鲁 大鲁我不知道叫什么 还有加明日叶 就是几种 复合 蔬菜 在里面 它里面 最主要是 含有 黑糖和 加了其他的 胶原蛋白 所以它的味道 会有一点点甜甜的 这个喝起来啊 就是 有点像 平时 我们在外面喝的那种 抹茶饮料的感觉 没有那么甜 但是 如果是你放很浓很浓的话 然后加了 冰 打冰沙 就会很像很像抹茶冰沙 喝起来非常好喝 所以这个我非常喜欢 然后这个好像是比较多人买的 大麦若叶 这个是哪个公司的 山本汉方制药的 它是这种两包 大包的 呃 有 85克 所以等于是 这一个的一半的量 它我真的不是很喜欢 主要是它的味道有点怪 它里面也是有固定的 那几种蔬菜的粉末 它没有写 具体加了什么 我看看 好像被遮住了 但是也都是大麦若叶啊 然后 呃 香叶啊 之类的东西 但是因为这个喝起来 我不知道是它里面有加盐 还是没有加盐 那个味道 怪怪的 就是有点咸 喝起来就好像里面是加了海藻 还有紫菜什么之类的那种味道 但是 喝惯了就还好 但是你一开始喝的时候 真的是味道有点怪 而且它这种是要拿勺子 呃 巴的 所以我就觉得 不是很干净 不是很卫生 而且就没办法带出去喝 像这个是那种一包一包补充剂的样子 就可以在外面喝 它们两个的效果呢 我是觉得差不多 就是 加速你的 肠道蠕动啊 然后让你 防止你便秘啊 我正常 一般是每天上一次 呃 打 喝了这个以后 我感觉 肠道有更通畅一点 就是有时候 比如 今天有点 蔬菜吃的有点少的话 可能就两天一次 这个但是就是 有帮助 我每天都有固定的排便 而且 都感觉是有排到 毒的感觉 而且也不会很容易上火啊 不容易热气啊 我觉得是一个 日常的健康食品来说 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 而且也可以 比如你今天吃的比较油腻的话 不喜欢喝茶的人 也可以喝这种大麦清汁 来促进自己的消化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东西 这两盒的话 其实我是推荐这一个比较好 就是它又好喝 就可以当饮料喝 然后又 可以加速排便 就是 它们两个的效果是一样 并没有说 因为它 没有加糖 没有加那些什么 呃 collagen collagen 这个蛋白就 效果有更强 它们两个是一样的效果 所以 而且这个好像还要便宜一点 因为它是它一倍的量嘛 但是反而好像 是这个的一半的价钱还讲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大家如果想买清汁的话 其实 这两包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要好喝一点 我觉得这个是要高 性价比高一些 那么这些就是我11月的爱用品了 那么希望大家喜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有任何意见 照样 在下面各个通路找我 那么我们之后再见啦 拜拜